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近年 三峡大坝库区泥沙淤积问题日益严重 三门峡水库曾经就因泥沙淤积严重 差点不能正常运转 那三峡会成为下一个三门峡吗 中国为何不用冲刷船把它冲走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不减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 订阅 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1992年开始 三峡工程项目正式提出 并于1994年12月14号开始兴建 2006年5月20号全线建成 三峡的主体工程就消耗了约2800万立方米的优质混凝土 而且整个工程选用的原材料都是经过反复实验和对比的 属于高标准混凝土和一级粉煤灰 同时 大坝工程还采用了最先进的混搀引气剂 降低水焦比等方法来提升大坝在抗冻 抗裂 抗震 抗腐蚀等方面的综合性能 根据水利部的资料显示 三峡大坝的施工标准是高于国内一级 拥水建筑物的使用寿命150年的 而且工程理念是按照一万年一遇的洪水加10%较合设计的 最大可抵御12.43万每秒立方米的实时流量 那么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究竟有多强呢 我们以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事件为例 当时洪水的最大流量可达6.3万立方米每秒 而这跟三峡大坝12.43万立方米每秒的最大抵御流量相比 基本只相当于它的一半 这组可以说明三峡大坝的防御能力不容小觑 而且据三峡水库的设计方案检示 在175米水位以下 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可以达到393亿立方米 如果发生洪水 防洪库容量约为221.5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 正是由于三峡的库容量非常充裕 才让它成为长江防洪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定海神针 当然 三峡大坝除了具有强悍的防洪功能之外 发电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数据显示 三峡水电站每年平均发电量可以达到约846.8亿千瓦时 其中2020年三峡发电站全年就发电达1,118亿千瓦时 打破了世界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的最高记录 同时 由于三峡大坝的建成 在大坝上游形成了一座长约600多公里 面积1,080多平方公里的超级大水库 为长江内各种鱼类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目前统计 三峡水库内鱼类可达14多种 其中还有很多珍稀的鱼类品种 比如 胭脂鱼 铜鱼 沿原理 后河房等 被誉为鱼类天堂 天然鱼库 然而近年来 三峡大坝库区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 导致水库容量逐年递减 那么 它会不会重蹈黄河三门峡的后路呢 众所周知 三峡大坝位于中国湖北省宜昌市 处于长江中上游的跟界线位置 而长江上游河段 地势落差较大 水量充沛 所以自然而然就将上游大量的泥沙 碎石等携带入中下游的河段 再加上泥沙流 经三峡大坝时 此处水面十分宽阔 自然就为泥沙淤积滞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据小编了解 三峡大坝自1997年实施大疆节流开始 到2003年6月 下闸蓄水发电以来 大坝前水位大幅度升高 库内水流速度逐渐减缓 泥沙在水库尾部逐渐淤积 产生了明显的翘尾巴现象 让水库容量已经呈现缩小的趋势 而且从2003年到2019年宜昌站 武龙站等水文站的监测数据显示 在过去16年的时间里 三峡大坝库区 淤积泥沙总量已经达到18.42亿吨左右 也就是平均每年淤沙可达1亿多吨 如果按照这个发展趋势 如今三峡的库区淤沙量 已经达到了20多亿吨了 从图中可知 2015年三峡的输沙量和入库沙量是最低的 而2005年入库沙量是最大的 达到了约2.5亿吨 可每年的平均排沙则基本稳定在20%左右 也就是说 每年流入三峡库区内的泥沙 有将近三分之二是淤积在库内的 然而从2013年开始的数据显示 三峡的入库泥沙量开始呈现 急剧下降的趋势 基本每年的入库沙量都在1亿吨以下 但库区淤沙量则基本保持不变 这表明 从上游流入三峡库区内的泥沙 在逐年减少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 三峡库区入库泥沙减少 跟长江上游近些年 建立的众多新型水电站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 2013年建成使用的向家坝水电站 2014年建成的西洛杜水电站 和亚龙江景平二级水电站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水电站 除了发电和防洪以外 也具备了蓝沙蓝蓄等功能 因此 也就导致了三峡入库泥沙量的急剧减少 其次 近些年 随着环保和氯化意识的不断增强 长江上游沿线的植被覆盖率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也大大减少了长江沿线的水土流失量 和土壤的侵蚀度 这就是自2013年 长江上游流入三峡库区内的泥沙减少的主要原因了 然而 就算三峡入库沙量减少了 可库区内泥沙淤积严重的问题却仍然存在 于是很多人猜测 三峡大坝或许会重蹈三门峡的老路 对此 很多专家表示 这种猜测是不存在的 因为据模拟数据推测 如果泥沙要淤满三峡大坝 最少需要280年左右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设计三峡大坝的时候 专家也充分考虑了排沙淤积的问题 所以在三峡大坝的蓄水位设计了独立的排沙体系 可以实现排沙和淤沙的平衡 此外 中国对三峡的管理理念是蓄清排魂 这是水库为了减少库虚泥沙沉积 保证库容量蓄水所采用的一种措施 中国每年的蓄期时间是7到9月份 这时候三峡上游的蓝沙量和水量 直接占到了全年的50% 属于严重失衡状态 所以利用水带沙的特点 将蓄期的水位保持在145米的高度 利用排沙泄洪孔在调节洪峰的时候 一并把泥沙带至下游 而蓄期过后的10到11月便开始重新蓄水 这时候三峡里面寒沙量较小 水质清晰 只有将水蓄到正常水位 才能保证发电的正常和航运效益 如今这种方式也应用在各大水库中 像是闹德海水库 黑松林水库 以及前面提到的三门峡等 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和显著效果 听到这些 很多人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但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三峡库区内的淤沙问题 已经成为了三峡最大的隐患之一了 据相关报道显示 三峡库区内很多河段泥沙淤积 已经达到了10多米 淤积严重的地方 大吨位的船只已经无法航行 所以关于三峡库北淤积严重的问题 相关部门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严肃对待才行 那么为什么不采用抽沙船的方式 将泥沙利用在商业中呢 首先如果将这些泥沙 大肆应用在商业上的话 其有可能会引来大量不法踩沙船的出现 从而扰乱市场秩序 长江周围的生态环境 不但会遭到破坏 对上下游的桥梁 水坝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要知道三峡大坝作为中国的试剂工程 它的好坏关乎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 一切影响大坝安全的因素我们都要杜绝 当然对于长江河道的踩沙 中国也是出台了各种政策加以管理 现在只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允许 就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踩沙 但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常见设备是不允许使用的 其中就包括抽沙船 虽然抽沙船在黄河的治理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长江地区不同 抽沙船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高强度的水枪冲刷地表 之后再利用水泵将这些泥沙带走 但这样一来不仅会影响水质 抽沙船所排除的污染物 还会严重损坏到附近的植被 周边城市的居民用水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循衡利弊之下 只有续清排魂还是最可行的 只要每年固定对泥沙进行清理 里面的淤泥积累很难对水库产生影响 三峡大坝也不会因为淤积问题成为下一个三门峡 虽然两者只相差了一个字 但修建时间却差了37年 黄河的三门峡在修建技术上给了三峡大坝很多启发和借鉴 换句话说只要大坝不倒 三峡就会一直运行下去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